这是蓝白联手把行政院的总预算退回程序委员会 请他们重新再检讨 我再次的强调是退回并不是封杀 为什么要退回呢 这就是好像是总经理跟会计联手扶编乱编他们的财报 然后把自己的钱编到自己的口袋去 你认为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 这次的预算当中对于人民所需要的钱 像是医护的健保点值0.95没有编 像是农民的工粮收购应该从26块钱提升到31块钱 这些的差距没有编 还有我们最弱势的原住民团体 他们的禁法补偿应该再编28亿也没有看到 这都是法律规定已经通过的 他们却没有编 所以说我们退回程序委员会去 请他们重新再来做检讨 他们不编人民所需要的钱 倒是宣传费编了15亿元 比过去多了65.4%左右 还有很多我们很需要的 真正的是能够为人民为民生来着想的 他们却完全没有在乎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一次我们是退回程序委员会 请他们重新检讨 我再一次的强调 退回跟封杀是不一样的 说柯智恩来封杀这个高雄的建设 请问你哪里看到我所提出的任何的预算删件 有跟高雄建设有关 在哪里 请指给我看 还有我要再次的强调 退回程序委员会 是退回重新检讨 并没有封杀 退回跟封杀 这是两个不同概念的动词 请你搞清楚 再来批判在野党的所作所为 我再次的说 我们在野党监督行政院的预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为人民看好荷包 请民进党不要再造谣 把人民该编的钱 好好的编足编购 再回来跟我们讨论 什么叫做合理的预算审查